上级说到农村儿媳被婆婆刁难 儿媳和儿子搬出去住 随后婆婆要起诉儿媳儿子 小花 真是气死我了 我要起诉你哥和你嫂子 你帮帮我 让你老公帮我起诉他 以后我就让你们来住我的大房子 妈 你干嘛好端端的起诉大哥和大嫂啊 而且我老公有多讨厌你 你不知道吗 他现在都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 怎么可能会帮你起诉我大哥大嫂 你之前不是和我大哥大嫂过得挺好的吗 还不是你大嫂太小气了 让他给你小弟买个车都不肯 让他洗个脚也不肯 然后我就随便推了他一下 他就要和我吵架 我可是他的婆婆呀 推他怎么了 他竟敢顶撞我 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大嫂就搬出去了 哎 农村人屁事就是多 不服管教 然后你哥回来了就跟我大吵大闹的 后面也搬出去和他住了 要是以前你哥搬出去住我也不说话什么 现在我年纪也大了 我怎么可能允许你哥搬出去住啊 我让他们搬回来住 他死活不愿意 尤其是你那个大嫂 简直就是一个刁民 我都给他道歉了 他还想让我跪下道歉 真的太过分了 他还说我把他当保姆 回去也是给他当保姆 我就算是把他当保姆又怎么样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我才要起诉他们坐牢的 妈 这是就算是我大哥大嫂不孝顺 也不应该起诉吧 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如果你起诉他们了 我们以后肯定会老死不相往来的 毕竟得罪人是小 但都是一家人 开工没有回头见 到时候你哥问起来 你就说是我起诉的 都把责任我身上推就行了 你不要怕他们 就你哥拿着软骨头 他老婆说一不二 说啥听啥 还有啥好来往的 我巴不得和他们断了关系 对了 你最好也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我们家可没有你哥这个软骨头 妈 你这样让我怎么说呀 明明都是你的错 你还让这样做 哎 我现在就我哥一个亲人了 我如果和他断绝关系了 以后我被欺负了 谁来帮我呀 算了 我先去找我大哥聊一聊吧 能不伤和气的解决最好 后面再说起诉的事 于是小姑子来到了小安家 大哥 要不是你老婆现在不在家 我肯定狠狠地抽她大嘴巴子 以前可是最孝顺咱妈的 逢年过节都买礼物给咱妈 咱妈要啥你得啥 可是你现在变成这样了呀 你老婆说啥就你听啥 现在连咱妈都不下顺了 你老婆就是一个乡下人 怎么就怕你迷住了呀 现在咱妈都被你们气得 要起诉你们了 小花你怕什么呀 那就让她起诉呗 到时候让大家都知道家里的糗事 你这几年不回家 你都不知道家里发生啥事了 你就在这里一顿巴巴批评我 说你嫂子的坏话 我看你就是和那个老太婆 一样看不起农村人 你大嫂是农村人又怎么样 但她不比这些混吃混喝的城里人差 她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 而且还是一边干农活一边上学的 我们呢天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家里要啥也给啥 你现在知道她为啥 不比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差了吧 她还不是因为家庭条件 以至于被你嘲笑 看不起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比你嫂子强啊 她现在工作职位比你高 月入一万多块 你呢 所谓的城里人拿着两三千块的工资 你哪来的优越敢嘲笑人家 不就是投了个好娘胎吗 大哥 我可没嘲笑她呀 我是说大嫂对咱妈不孝顺了 就凭这点我就看不起她 就算她其他方面再好 也改变不了 我瞧不起她 小花 你哪听来的这些话 你嫂子不孝顺 这话真搞笑 她比你这个几年 不回一趟娘家的孝顺多了 说实话 我就没见过比我老婆更孝顺的人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这句话形容你大嫂一点都不过分 她每天早出上班 下班回来给咱妈做家务活 晚上下班还要给咱妈做饭洗衣服 日复一日 咱妈这都还不满足啊 你知不知道咱妈有多过分啊 咱妈天天带起 看不起农村人的有色眼镜 对待你大嫂 天天真对我老婆 你不在家的这段日记 你都不知道咱妈过的是什么日子 天天不干家务 连碰都不碰 吃完就出去跳广场 要不就是在家里看电视 这么幸福的生活的 她还要变着法子刁难你大嫂 还把臭袜子丢你嫂子脸上 还把汤汁乱丢地上 让我老婆扫地拖地 咱妈干的都不是人事 我实在想不通 为啥我会有这样的母亲 你要是和咱妈和生活上一段时间 你看你能受得了 就在这时小安回来了 哟 大嫂回来了呀 挺忙的呀 我来得有点急 也没给你们带啥礼物 要不我现在去给你们买点礼物吧 小花 咱们都是一家人 客气啥呀 你先和你哥聊会天吧 我去买一些菜给你们做饭 千万不要客气 小安你等会 小花说要抽你大嘴巴子呢 哥你说啥呀 大嫂你别听我哥瞎说 我是准备给你买个面膜 问问你喜欢喜欢哪款的 我正好认识一个代购的 可以帮你买一些国外的货 你看看你有没有需要的 小花不用了 别乱花钱给我买面膜了 要不然你哥又得说你败家了 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 算了不说了 你们先聊吧 我去做饭了 小安你先别去做饭 我们聊的事和你有关 你就在这听一下吧 待会我们一起出去吃就行了 大嫂 这次我过来就是解决咱妈养老的问题 我知道你不喜欢咱妈 可是她已经给你道过歉了 虽然她做得太过了 但是她也是你婆婆 所以不管她以前做错啥了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她已经老了 需要人去照顾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回去照顾咱妈 小花你不用劝我了 我是不会搬回去照顾你妈的 她和我早就老子不相往来了 之前你哥都好好说过她好多次了 但是从我进门到现在 每天不是被刁难就是被刁难 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腻了 我实在搞不懂你妈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我好歹也是你李家的儿媳呀 你妈怎么老是这样欺负我这种农村人呢 难道我长得好欺负吗 算了 说那么多也没用 反正我和你妈已经没有关系了 如果你哥想回去照顾你妈的话 我也不拦着 而且我可是被你妈赶出来的 她总是一副强势的态度 刁难我 把我当保姆 瞧不起我这个农村人 我之前也和咱妈聊过 还劝过她 她居然说我是软骨头 她自己都是靠着我和你嫂子养的 她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 房子也是我们给她买的 家里最最清闲的就是她了 现在知道身体坏了 还想把我们拉回去照顾她 把我们当成什么 一条蛤蟆狗吗 叫来就来 叫走就走嘛 你也别劝我们回去了 大哥大嫂 这事总得解决好吧 她现在已经准备起诉你们了 现在咱妈已经知道错了 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 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刁难你们了 你真是太低估咱妈的强势了 她现在以前都是伪装的 她之前前脚刁难你大嫂 后脚我就说了她几句她就认错 等我走了 她就更变本加厉欺负我老婆 她不知道家里是有监控的 要不然肯定会把监控拆了 她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事 要不是我老婆非要和我离婚 我也不想管这么多 现在人证物证据在 不知道悔改就算了 反而变本加厉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就回去和咱妈住一个月 如果你能和咱妈相处一年 那我就和回去照顾她 永远照顾她 就算我老婆和我离婚 我也会一直照顾她 大哥 这可是你说的呀 那我真去照顾咱妈三个月了 你说话算话 当然说话 我现在就给你写保证书 但是我们得提前说好啊 你得把咱妈接到你家照顾 不能雇个保姆 她的吃和拉撒你都得照顾 不然的话我会不认账的 行 我肯定不会雇保姆照顾咱妈的 我就不信真有这么难相处 你就等着照顾咱妈一辈子吧 一个月后 大哥不好了 我老公要和我离婚 已经起诉我了 都怪咱妈 你快帮帮我吧 不然我家就要没了